在抗日战争中,八路军使用过的几种自制武器,简直可以算得上神器。 木柄手榴弹 由于手榴弹的制造工艺比较低,威力大,在抗日战争中,八路军大量生产了很多手榴弹,虽然是木柄手榴弹比较长,但是木柄手榴弹也是有好处的,投出去撞到坚硬的东西不容易反弹。 至今,我国部队中还有木柄手榴弹的存在,飞雷炮,这种炮的做法很简单,就是把用完了汽油桶拿过来,在底部钻一个小孔,放一根导火锁,往桶内放一点发射火药,再把药包放进去。 再使用的时候,只要用火把底部的导火锁给点燃,就可以把炸药包给发射出去了,缺点就是精准度太差了。 独一决手枪 这种手枪在当时有很多种叫法,最常见的有单打一和震天雷,该手枪的做工很粗糙,一次只能装一发子弹,特别是装子弹的时候很麻烦,要把里面的弹壳倒出来后,才能再装一发子弹。 在发射击的时候,声音是很大的,精准度也很差,喜欢看抗日神剧的朋友,对他就很熟悉了,尽可以可以的抗日神剧看得到。 在抗日战争中,八路军制造了大量的土雷,外观比较大,一般都是安装日军需要经过的地方,当日军经过这里的时候,只要踩中了土雷就会爆炸。 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很不错的武器,土炮,这种大炮是用坚硬的鱼木制造的,做法很简单,就是把晒干了的鱼木中间位置挖空,在尾部钻一个小孔,装一根导火索,把炸药倒进鱼木里面匀,用东西把炸药塞紧,最后用铁线把鱼木捆紧,在战场上,把它对准目标位置,点燃导火索, 就可以像大炮一样打击敌人了。